尿酸高的人 其实有时候常会被旁边的人提醒说 你这个不要吃啊 那个不要吃 然后他们说有个最可怕最可怕 绝对不能吃的东西 就是这个 菠菜豆腐汤 但听起来很营养啊 他们真的是不能够吃菠菜豆腐汤吗 其实这个网路也流行依旧 因为我们知道菠菜有草山 豆腐有钙 那会形成草山钙 但是草山钙是人体不吸收的钙 所以大家也不要紧张 但是呢 你想要去除这个草山 其实很简单 你就先把菠菜先烫一下 其实草山是可以烫部分掉的 所以其实这样子一起吃也是 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我个人也觉得蛮好的 如果就算不烫 它也是会排泄出去 对 所以不用那么害怕 那另外一个江湖传说就这个 菇类 每次去吃那个火锅的时候 都有人说 我很想吃那个金针菇 那我可以吃两条吗 因为这时候好像说 菇类会导致痛风 会导致高尿酸 所以这些菇类都不行吗 其实我们知道 日本人他们很喜欢吃菇类 但是他们得到这个 痛风的这个机会是比较小的 那为什么 所以其实我觉得 最主要还是在体重 跟含糖饮料 那其实菇类 我觉得是一般来讲 是还蛮健康的一个东西 它其实高纤维 那其实可以把一些 这个有毒的物质可以代谢掉 其实我觉得还蛮鼓励吃菇类的 那陈主任你觉得呢 是可以的 是没有关系的 我们比较偏向是动物的内脏 红肉 动物内脏 还有酒 还有含糖饮料 蛋黄可以吗 蛋黄是没有问题 蛋黄也没有问题 小鱼肝呢 这也是我听说过的 小鱼肝应该也还好 我们怎么知道判断高普林呢 是100公克里面 含有100毫克的普林 那我们就叫它高普林 但是呢 基本上其实像我遇到蛮多这个他们痛风的人吃菇 其实也都还好 也都还好 但是真的要好好控制了 就是也不能吃太多了 对对对 王老师要补充 因为每次我们在谈植物都会都有那种因果关系 大家以为吃海带会甲状腺抗净 还是甲状腺抗净不能吃海带 其实因果关系 我们民众要搞清楚 所以菇类我发现 生的种新鲜的 其实基本上因为它水分多 其实它香味普林还能低 刚才谭老师讲的 100公克单位高的干香菇就可能比较高 因为它干燥过后 它的单位 你看100公克的香菇有多少 干香菇很多 对 跟这个生的100公克差很多 所以还要想到它那个是不是干燥的 所以干香菇反而是说 如果你干香菇来炖鸡汤 很多人喜欢吃香菇炖鸡的 然后现在还要泡一泡 你就会发现你会用比较多 你香味单位熬出来的汤 可能普林就会比一般 生香菇去熬的多很多 所以这也是 在这边 食材上面的干 干湿程度会有一些成分的差别 那就是海鲜的部分的话 那之前也有听说 带壳的海鲜 它的普林比较高 它比较容易导致高尿酸是这样子吗 带壳的 其实这种东西 就像刚才陈医师或者是 那个王老师讲的 其实你如果是少量 其实基本上是比较安全 但是其实最高的 我还是建议真的不要吃动物的内脏 为什么 因为动物的内脏 它本身就有一些就是 我们也知道它 我们它是这个解毒器官 当然也会有一些有毒物质在里面 那你吃一点 其实都没有关系 鸡干什么大肠头 这些都不行 其实所有的内脏 我都不大建议吃 那好吧 那就是少吃点 鲜鱼的话 我们鱼的话 我们就选择 然后鱼皮不要吃 鱼是不是都可以随便 就鱼都不怕 因为它也没有带壳 鱼都OK吗 其实我们建议的话是吃小型鱼 为什么 像鱼鱼 鱼鱼 鳍鱼 鲨鱼 这种大型鱼的话 反而会增加 所以我都会建议蛮小型鱼 像我个人 就是喜欢吃 鲜鱼 秋刀鱼 鱼 秋刀鱼 为什么Omega 3含量很高 所以很多人都开玩笑 就说这个鲜鱼叫做 台大一科鱼 为什么 台大一科只吃鲜鱼 不是 吃了之后小孩子会变聪明 真的假的 这个是有很多研究 就考试前两个礼拜 给小孩吃鱼的话 它的理解力 记忆力都会变好 然后要吃鲜鱼 Omega 3高的就鲜鱼 秋刀鱼 鲜鱼 记得 记得是很重要 小孩子要考试之前两个礼拜 鲜鱼跟秋刀鱼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你不平常 就给你的小孩吃鱼 那我们在煎鲑鱼 鲑鱼这是大型 其实鲑鱼还不算是大型鱼 刚才我讲的鲑鱼 鲑鱼 鲨鱼 才算是大型鱼 鲑鱼 鲑鱼 鲨鱼 但常常都会吃到生鱼片 对 就是飼料 你一个礼拜也不要超过一次 因为尤其我会建议妈妈 怀孕的妈妈跟小孩子 这种大型鱼就不要吃 那我们难免都会吃到鲑鱼 因为台湾人还蛮爱吃鲑鱼 但是我煎鲑鱼 你怎么把最好吃的皮都切掉 因为这是美国做的研究 他说你煎鲑鱼之前把皮去掉 可以减少百分之四十左右的重金属 所以我在煎鲑鱼之前 我会先把皮去掉 那你就是煎了之后 不吃皮只能去掉百分之二十 可是那个皮 有时候煎起来脆脆的很好吃 但是坦白讲 读物科是不吃那个鱼头 王老师你有吃吗 你有吃鱼皮吗 其实鱼皮的研究其实蛮多 就是说大型鱼 尽量是不要吃皮 那很多人 甚至你看到一些美食 好的餐厅 有些民族还会把它做成 就像你讲的 煎得特别脆脆切脆脆 还可以当成一个粘料 所以基本上当然 我觉得尽量大型鱼还是不要吃 那还有一种就是 就是凉拌的那种鱼皮 有没有QQ的那种 我们不知道那叫什么鱼 那个是小型鱼 像读物科有三个鱼 鱼叫三个地方不吃 鱼头 鱼内脖跟鱼脂 但是很多人就 像我个人很喜欢吃一个东西 叫虱目鱼 鱼头 我超爱啊 我到台南一定要吃那虱目鱼头 超好吃的 对啊 那个可以吗 那个是小型鱼 我们就可以吃它 我们指的是大型鱼的 所以如果是比较大的那种鱼头 有时候会煮汤那种的话 就还是不要 就是少吃啦 偶尔吃其实都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吃太多 没有鳞片 很光滑 那一型的鱼类的话 它的鱼皮更要少吃一点 好 这点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它是没有鳞片的鱼 像鲨鱼就 你的鲨鱼摸起来是没有的 鲨鱼腌那个是皮吗 它是整块 连皮连肉的 那那个会 所以那个皮 如果你就比较注意的 如果你已经痛风要发作了 你喝啤酒又再吃鲨鱼 那我就建议你那个 直接爆掉 对 你就把东西发作 那样的人你可能 你的鱼皮就尽量少吃 好 那就算没有高尿酸 我们要预防嘛 那我们平常在选海鲜 你有哪些撇步 就是说你是去超市买 还是传统市场买 你有什么撇步 这个很重要 赶快教我们 其实坦白讲 我如果要去传统市场买的话 就是整条的鱼 对 这种鱼嘛 对 这只是小型鱼 对 但是我觉得第一点 你就是要找一个老板 是可信任的 而且跟他当好朋友 那我怎么知道 他是不是可信任的 刚开始你可以去 就是去买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还要注意口碑就对了 对 然后跟他建立好的关系 那他有好的这个 就会留给你 但是我一般 因为我是职业妇女 所以我最常买的 就是那个青鱼片 或者是秋刀鱼 是冷冻的 那你就买整片回来 对 整片回来 那他不是说 瓦跳跳的鱼 比较新鲜吗 其实我个人不吃 瓦跳跳鱼 瓦跳跳的鱼 真的假的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 我们这些虾 鱼 它是可以 那其实它的 这个保存的是更好的 那以前像之鱼 就是说它钓起来之后 或者说它捞起来之后 它就立刻冷冻 所以这个是最好的 我以前都以为 冷冻是不新鲜 没有 它反而是最安全 像很多人就说 薄鹽青鱼 是不是鹹魚 它不是 因为青鱼它以前 就是澳魚 它就是那种 为什么呢 因为它很容易产生组织胺 那现在我们的冷藏设备 非常好 它是直接直动之后 又是经过这个 就是它有一定的 盐水调配 那它不是咸鱼 然后它就是急速冷冻 它其实不大会产生 这个组织胺 那所以你除了跟老板 建立好关系之外 一般会看眼睛或看膝 大家不是说看 它鱼眼睛是不是什么 很厚比 血量 要不要给它按按看 对不对 其实这个方法不大好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它有一些 会让它很亮的方法 比如说灯什么的 那你就可以 灯直接打在鱼眼睛上面 那有时候它那个 或者是有一些 过去有一些药水 会 那你先按按看 这个是鱼是很有弹性的 通常它也是很新鲜的 那这里呢 其实我们知道鱼 这里有一个洞 那你就可以压压看 如果 这洞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我们都常讲说 它是鱼的肛门 那其实 鱼的肛门 现在闻起来应该是 对 现在是 我刚刚是压下去 那还有人说看鱼鳃 对不对 其实鱼眼睛跟鱼鳃 不是那么准确 它也不是那么准确 所以鱼鳃的话 以前大家都说要什么 什么鲜红 对 所以现在已经有各种方法 可以让它很鲜红 我都会直接压一下 然后闻那个里面的水 因为内脏 这地方是最容易腐坏的 如果它出来的水的味道 不对的话 那你就知道 那虾子呢 其实我大概会买那种 就是冷冻虾 就是急速冷冻 那如果一般的虾 你就是要看它 就是头没有断掉 跟它是连很紧密的 要连在一起的 那这个呢 这个中卷也是这样 就是它是一只完整的 然后呢 这是很光亮的 很光亮 那需要看它眼睛吗 其实看眼睛不大准 但它眼睛好像有时候都闭起来 我怎么看它的眼睛 不是不大准 是是 那它的套挑怎么 我们从外表就知道它 对啊 其实它 可是套挑不是都长这个样子吗 其实它的这个颜色 像这个都还蛮新鲜的 那这个头也是连在一起 其实看眼睛不是那么准 但是坦白讲 我们台湾现在这个也有急冻的 因为澎湖很多 你就买急冻的 买急冻的 我通常会去挑这个厂牌 如果说这个牌 你这次吃觉得蛮好的 你下次就是在买这个牌 就是买那个厂牌 那像蛤蜊 我超爱吃蛤蜊的 蛤蜊其实现在有一些是真空包的 其实菜市场的话 你就敲那个声音 如果很想 你那个好像不大不大新鲜 没有那么脆的声音 这个 这个很清脆 你那个就闷闷的 就是闷闷的 你就不要挑这个 但是坦白讲 我觉得你知道 那我们就在那边一直敲 每一颗都在那边敲 老板就会敲给你听 因为老板也很怕你 其实我会建议就是不要买那种 就是说他没有固定位置的 像如果很多老板 他是有固定位置 他其实他很爱惜他的羽毛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跟他买 其实我们都有误会的 以为很老啊最新鲜 但是你看每次有一些食安问题 电视新闻一报 很多都是很老啊 我都真的以为 就是海产店里面在那边 咻的那些鱼啊 还有那个虾子娃 跳跳跳起来 从早期的孔缺食律的案件 一直到现在 就是说因为活得更难保存 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 因为如果海鲜 有很贵的海鲜 他当然不愿意他 你看如果像大闸蟹 或那种黄金 他死掉 你会发现像龙虾还是 龙虾活得可能一斤是几百块 一死可能变成一条就几百块 对 这就是如果对贩售的人 当然他会有这种 会想有可能 如果想办法去保存他 所以急冻大家不要误会 现在的急冻记录 你看像鮪鱼或者生鱼片 大家都是 都一定要急冻之后 它有消毒杀菌的作用 这个时候再解冻来吃 你看生鱼片是一定 很少人会把活跳掉的 现切生鱼片给吃 是一定标准的日本料理 是一定要急冻 负四十度以下之后 才解冻出来 这才是标准的 生鱼片的 这个所谓的处理过程 所以你看到 这样子生鱼片不是最新鲜 最好吃吗 所以我们的观念 稍微改变一下 其实急冻的鱼 不会比一般很老的还要差 是 那谭老师 像那种活跳跳的虾 海产店里面 有的还这样跳起来 我就觉得这好生猛 那就选这一只好了 其实我先补充一下 那个王老师刚刚讲的 因为有学者的研究 这37年来海洋寄生虫 上升了 所以大家不要去海边 然后人家掉起一条鱼 就是很湿的 快来做三十米 其实没有经过 冷冻的过程中 没有办法动识海洋寄生虫 其实FOREST TO C 就至少要动个 三十几个小时 所以这个没有经过冷冻 是不行 那虾子其实我们知道 它瓦跳跳要让它 就是你要让它一直瓦跳跳 那其实要比较多的 这个肺的功夫 那急冻的 其实就说 它没有这个虾子 紧急捞起来就直接去急冻 它没有受到惊吓反应 陈主任我也很想知道 你会去吃那种 瓦跳跳的海产店的 里面的海鲜吗 在参加它这一场 这个节目之前 我都认为 火跳跳的比较新鲜 不过现在知道 从这个谭老师谈过之中 原来他们是 惊吓过度的这个想法 可能以后冷冻一下也不错